請問我 請問我 出國的行李是 你在一手包辦打包的 對... 因為他出國的行李 整理行李的習慣就是 衣服抓著丟進去 蓋起來拉拉臉就這樣 然後我說 這叫整理行李 你整理好了 我整理行李要兩個小時耶這樣 因為我會習慣 每一個都要小袋分裝好 然後像在玩七橋板一樣 每個都要拚得這樣 正正方方的這樣 然後所以到後來 我就會很受不了他的那個方式 因為在一起 就是怎麼講 結婚了你出國的時候 有時候是兩個人的東西 一起裝在一個箱子 他的收法我就沒辦法接受 所以乾脆我來做 那我都幫他做好了之後 他以後就養成了這個習慣 在國內也是我收 到了國外也是我收 然後就變成 但好像已經是我工作了 而且我出國 對 就像導遊一樣 因為他東西會弄丟 所以一過海關 我馬上就說 護照拿來 要不然放你身上 你一定弄丟 所以不管去他護照 或者是那個國家的悠遊卡 或是什麼東西 車票 重要文件 過夾就要收在我這裡這樣 可是因為他每天出門前 也是才會拉東拉西 他不是花很多時間準備嗎 他準備他自己的行頭 太美了 對 他很注重自己的外在 因為我也是有一點被詐騙的感覺 因為我想說他就是一個 婚前知道嗎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一個 乾乾淨淨的很轉奇的男生 所以我覺得他對生活上 應該是很有條理的 很有秩序的 結果 卻很會丟東西 丟三落四 他每天出門之前 我就要先問他 手機錢包鑰匙帶了沒 回家的時候 對啊 回家的時候說 手機錢包鑰匙回來了沒 對 對 要不然他會 會沒回來嗎 手機錢包鑰匙 會 就是新送他的iPhone出去丟了 要不然就是跟同事去唱歌回來 就是萬把塊大衣也丟了 大衣也可以丟 對 大衣很大一件耶 小孩沒有記得丟掉就 對 會帶回家 小孩至少還在我手裡 可是 你婚前有發現他個性這麼散嗎 迷糊嗎 沒有辦法 漸漸地開始有發現 因為我們其實交往三年的狀態裡面 慢慢地有越來越發現他這個 丟三落四的個性 但是你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跟他分開或是什麼的 就是想說他不足的 那我在我能力的範圍之內 幫他補足